今年整个上半年楼市呢出现了救市的行为 那这些行为呢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就像啊2021年这个楼市调控一样 又狠又准而且呢花样还多 但是啊在以往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说这个房产进行了调控 对吧马上进行松绑 那么楼市呢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 房价就会上涨 但是今年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 楼市就了这么长时间 但是房价仍然处于呢同比下跌的状态 也就是说呢各地的房价并没有上涨 上涨的呢只不过是有一些地方的核心地段 但这主要呢集中在大城市 但很多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仍然不火 甚至呢还下降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为什么在全面救市的情况下 房价仍然还止不住的下跌 今天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主要呢是由以下四个原因造成的 这个呢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人口负增长的时代 已经来临 需求呢变少 那么过去二十年我们说房价涨 我们一直在买房子 买房子就是赚到了 我们恰巧呢是吃了人口的红利期 这个人口红利期是怎么来的 第一方面是大量的人口 从这个农村向城市当中涌入 城市化率呢不断的进行 我们的住房需求呢也进一步的被拉大 所以呢过去二十年 我们的住房需求呢一直都有 那么房价呢自然而然的就会上涨 这是一个人口红利期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人口呢一直在增长 每一年呢出生人口都很多 但是这种情况从二零一八年以后就发生了变化 二零一六年是放开了二胎 那么当时呢这个出生率呢还挺高的 包括一七年出生率呢也很高 但是到了二零一八年到二零二一年啊 这个每一年出生的人口都在下降 同时人口脑龄化也越来越严重 那么这也就说明了我们的国家经济慢慢的好了 往发达国家靠拢 但是呢人口的出生率在下降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间呢出现了劳动力断层 在短时间内来看呢可能我们不受到什么影响 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呢 未来这个购房的需求确实呢会减少很多 包括我们说七零后八零后买了房子 留给九零后零零后一零后 他们根本不缺房子 再加上市面上还有这么多房子在建 还有这么多空置的房子 未来房子随便选不是一个随便说说的话题了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开发商到现在都还没有走出呢 离谈 那么从2020年的年底给了开发商三道红线 要求开发商降负债不能够再以过去20年的这种模式去运行了 那么两三年的时间过去了很多开发商到现在负债仍然没有降到百分之百以内 可以这么说这两年呢呃我们在购房子的时候呢 小心翼翼很多人变得非常冷静 加上了这个大环境不好 很多人觉得呢现金为王 如果呢我的需求量不是很大的话 那么我基本上就只会观望 不会呢出手买房子 因为对开发商信心不足 为什么对开发商信心不足 一方面我们怕买到难尾楼 我们的钱花进去了 但是我们拿不到房子 另外一方面即使能够拿到房子 现在开发商在想办法降负债 会不会因此偷工减料导致到我们房屋的质量问题 这些都是购房者所考虑的 开发商没有走出泥潭 我们呢也没有信心去购买房子 甚至不出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几年房屋的交易量是比较少的 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房价的收入比过高 很多人承受不了 我们怎么去衡量一个城市的幸福指数 不光是钱 是综合各个方面来考虑 对吧 如果呢你在这个城市当中发展 短短的七八年的时间 你就可以呢买到你的人生第一套房子 我这里说的是全款 那你会不会觉得在这个城市当中奋斗 特别特别的舒服 特别特别的开心 对吧 但是现在房价的收入比很高 一般呢我们在大城市发展 没有个四五十年你别想买一套房子 而且这还是理论上的房价收入比 也就是说我们挣了钱不吃不喝 这么多年才可以买一套房子 那我们之前呢说深圳房价收入比是多少 深圳房价收入比呢 是一比五十六还是五十七 反正总之呢 你需要花半辈子的时间 你才有可能在这里买一套房子 那何来幸福而言呢 全国大部分城市的房价收入比都过高 基本上没有十年以内的 那我们说十年以内的呢 就是这个资源枯竭性城市 对吧 或者说呢人口很少的城市 那么我们花个两三年的时间 就可以全款买一套房子 因为这里的房价呢 是无限便宜的 但是大部分城市 我们能够发展的城市 这个房价收入比高的你都不敢想象 包括北京一比三十 你买吗 三十年才能买一套房子 而且是不吃不喝 所以何来幸福而言呢 那么也就是说呢 不管我们怎么去想 我们意识到问题了 我们有钱 我们就不出手 不出手 楼市的交易量就会少 所以不管出现多少就市的行为 我们不出手 那么这个房价自然而然的就会回落 因为人们的热情已经不在这里了 那么还有第四点 就是房屋的多元化选择开始出现 今年呢 放开了这个户口的限制 很多人在城市当中发展 拼了半辈子 却发现我真的买不起房子 即使我有钱了 但是呢 我还要满足各项的条件 才可以在这里买房子 那我图什么呢 于是有一部分人选择直接回家创业 家里面有宅基地 我在家里面花钱可以建一个别墅 我在家里面呢 可以发展我自己的产业 因为现在呢 网络时代啊 我通过呢这个互联网 我可以呢 赚到我自己的钱 我干嘛要到大城市去凑热闹呢 另外一方面 由于呢这个房住不少的进行 很多政策呢 已经落实 我不买房子 我可以租房子 我即使不租房子 我可以呢 申请保障性住房 总之 买房子不是我唯一的选择了 那么未来 我不买房子 我仍然可以享受到城市的公共福利 我仍然呢 可以在这个城市扎根发展 那么我干嘛要去买这么高房价的房子呢 这就是未来的四个变化 导致到现在 房子呢 这个即使在全面救市的情况下 仍然出现下跌的情况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